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性关系 人论关系 人情关系都是稀微的 同时他赞美湘西的那种性爱形式的大胆 自然 赞美民间传说中那种爱情悲剧的那种壮美 几乎他同时写两个世界 两个不同类型的小说 所以我们注意这个问题 沈丛文是非常多的笔墨 都是写性爱题材的 但写城市跟写农村很不一样 这是他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一个重要角度 他因为性爱关系是最能够体现一种文化 他要由此来探讨不同的文化 自愿之下 人性的健全或者病态 他当然认为城市 文明 物质高度的发达 那是不健全的 乡村那是自然的 健全的 在他的描写里面 面对性爱或者霍远 霍显的涌动 乡村想想像 总是能够反扑規真 是吧 总是能够得到人性的泄和 就和谐 尽管他也有野蛮的一面 但野蛮他也是自然的 而都市呢 他的个智者 却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的神术 来捆绑了自己 激素压抑了自己 就跌入到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 他是这样来看城市 所以沈从文在这里 是把信爱作为人的一种生命形式 生命的意识 也这样一个符号来看待的 他的忠心思想 核心的部分 是要肯定人的自然 人性的自然 活谐健康 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某些倒退 反对对生命本能的一些减害 所以沈从文是肯定 他的所有创造 几乎都是肯定 是人的自然 活谐健康的生命 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那种倒退 反对生命受到健害 所以他一些城市的人 都是营养不足 睡眠不足 生殖力不足 所以他为什么叫 这个善事病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提出了这个观念 就是认为这个城市 得的是都市病 知识病 文明病 是违反人性的种种病相 所以两厢对照 我们都 这个叶读 沈从文要注意 他把湘西描写跟城市描写 两种形式来做一些对照 这个来看 这个要以乡下的自然的 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 来对比城市物质文明 制约下的日渐微顿的生命形式 当然届次 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 他的想象 他的一个看法 不一定都完全对 但他带有批判性 他这种批判性 显然 矛头是指向城市的 城市的文明 沈从文刻意来营造 两个对立的文学事件 是处于他的两个选择 或者可以说 是他的写作立场 写作的动机 什么选择呢 一个是文化的选择 这个沈从文呢 他考虑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分野 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立场来写 是吧 或者用阶级的立场来写 他不考虑这个 他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 来考虑物质的进步 或道德的推下 他考虑的是 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 是由城乡对次的那种结构 通过这个来批判 现代文明出此阶段所显露的弊病和丑陋 这是一个文化选择 就是说他沈从文他不是从阶级的 或者党派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文化的问题 也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他是从地域文化 是吧 来考虑乡村或者城市 第二个是心理选择 一个是文化的选择 促使他写这样的小说法 第二个是心理的选择 我这里多说一点 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呢 也是他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支配了他的创作 但是更重要的 还有是他的人生体验 或角色认知 我这里用一个词叫角色认知 一个作家 一个人 他怎么来看自己 我们不妨从沈从文的心理性格的角度 来看看 来角色认知的问题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呢 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 他特意的湘西世界 这跟他的特殊的身世经历 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 是相关的 也是跟他的角色认知 上面的困扰是有关系的 沈从文的少数民族底层的畜生呢 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气质 后来他接触了新文学运动 1923年呢 一个人离开湘西来到北京 同年呢 他报考燕京大学 没有落旗 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 角色认知 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和出色的才华 打进文坛 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了 他是这样一个经历 这样一个出身 刚到北京的时候 深层文人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 住到窄而眉的小屋子里边 又窄又小又发霉 一天三穿都不能够保证 所以冬天呢 也没有钱买霉生活 整天就在床上看书 或者到图书馆去 这个还有一个故事 玉大夫啊 有时接到一篇稿子 一看挺不错 挺有财富 财华啊 就选着那个弟子来找 一找呢 看到是一个这么穷的 一个小伙子 一个青年 这就是 这个玉大夫 见到了沈重文 这当时沈重文的生活 主要是旁听 有没有什么事 看到大学里面旁听 写作是吧 等等 文学变成他们生活的 主要的寄托 这沈重文这个人呢 开头连标点符号 都不会用的 是吧 一个大量的写稿 经常都退稿 他一开始写稿啊 他主要是盗良谋 也想换几个钱 最终呢 终于成为一个名作家 当上了大学教授 最后他 这个在 是北大的教授 新南联大的时候 他的教授啊 他和那个朱志钦呢 林飞英呢 朱光潜呢 这些名流呢 经常是交往 他先和这些人交往啊 这个 在生活中 其实他 他是 很希望能够进入 城市的上流社会 他跟上流社会 在现实中 生活中并不对立 他也是羡慕的 是吧 像他这样 从底层上来的人 不容易 但是他心理上 总是有一个自卑感 是吧 这个怕被别人看不起 据说这个沈丛文上阔的时候啊 他普通话讲不好 门口是消息话 而且讲话的声音很细 不怎么受欢迎的 这些都造成了他的自卑啊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很自负 是吧 一个是很自卑 一个又很自负 这就对他的创作 题材的选择 艺术四点的缺定 都会有影响 有决定性影响 这个沈丛文呢 一生都自命为是乡下人 他一再宣称 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实在是乡下人 乡下人照例 有根深蒂固的 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 爱政和爱乐 有他的独特的实样 以城市中人 结言不同 他也是乡下人 保守 顽固 爱土地 也不缺少 激紧 却不甚懂得诡诈 他认为乡下人 都很老实的 是吧 这是沈丛文的一种看法 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种看法 角色认知 某种程度上 也触及了 这个沈丛文 他自己那种隐秘的 潜意识的角落里面的 那种乡下人自卑情节 他老是说 我是乡下人 那种自卑情节 生活中述到排挤 特别年轻的时候 被看不起 他要 他那种不痛快 反抗 转移到写作里面 你们这些城市人 城市上流社会的人 你看不起我 我还看不起你们 他要用写作来表现自己 他要写乡下这种扑术的 健康的 他认为是雄强的 这种写信文章 来给你们看一看 来映称你们的 苍白无力的生活 他就带有这样一个心结 另外 更重要的 这些情绪 这些心结 让他成为 湘西生活 自觉的 自觉的 细数者 鸽子 是吧 使他呢 挤身到城市 都市生活的时候 能够自觉的 以乡下人的目光 和评判的角度 来看待 中国的 长一变 所以沈从文 没有输过一个 非常完整的教育 但是他形成了 自己看世界的一个办法 比较接近 以乡下人的看法 长一变 这些世界 中国都是长一变 长就是 一些最基本的 是吧 亘古不变的 叫长 变呢 就是有时候 一个阶段 或者一个时期 他产生的变迁 他认为长一变 这个观点 中国 他有些最基本的东西 沈从文 他认为是把握得了的 沈从文的创作 这样看来 他是处在 当时左翼作家 和海派文学之外 左翼作家 当时很走风 三十年代以后 都是激进的 革命的 阶级分析的 那么海派作家 当然有的把左翼作家 也说上海派作家 在广义上 海派作家 他是比较商业化的 比较先锋的 沈从文和他们都不一样 他选起的是 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 从地域的历史的角度 来看文化 由城乡对视的整体结构 来批判现代文明 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现代文明 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所显露的 楚漏之处 他要表现这些东西 所以在那个 湘西世界中 深从文力图 通过湘西的本真 和原初的眼光 来呈现 从而保留了 那个世界的自在性 和自足性 也浮现了 楚地 也就是湖南湖北一带 民俗民风 写出了极其 鲜明的那种地域特色的 那种乡土风貌 也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 底层人民的 一个生活的途径 这是沈从文的一个特点 也是贡献 文化选择 加上心理选择 就决定了 沈从文创作里面 两个世界的对立 刚才我们讲到 沈从文两副笔墨 两个世界 都是他的文化选择 他的角色认知 有关系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 发表以后 读者和批评家 应该可以超越一些 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 历来对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作品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普遍认为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 有别以现代文明的 就是那种建权 协调 话外之境的 那种重新的发现 就认为这个有对 现代文明 城市文明之外的 另外一种生活形态的发现 沈从文在尝试一种文化选择 以思考 发现或张扬 湘西那种 健全的生命形式 这是沈从文的意图 也是以前我们评论家 我们读者比较任何的一个地方 沈从文曾经说过 他想借文字的力量 把野蛮人的血液 注射到老太龙中 推费腐败的 中华民族的身体力气 使他兴奋起来 年轻起来 好像20世纪舞台上 好在20世纪舞台上 以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 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捉摸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 沈从文创作的姿态 作品的倾向 以及他的作品的价值 顺便这里要说一下 我们读这样的作品 到底它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五世以后 很多先进的自由分子 对照中西文化 来反思中国传统的文明 认为中国缺少 西方民族那样的 炎气淋漓 生机活跃 是吧 那种状态 这是当时的五世时期 一个很普遍的认识 认为呢 西方文明 这种生活的状态呢 是表现了一种年轻的文化 但是中国的文化太古老了 已经老太老迈隆重 腐朽不堪了 这五世时期的看法 还有的认为 中国的文化 文人的气质太重 太过阴游 不像西方文化 那么强悍 这是五世时期的 一种普遍的看法 但这个看法 有没有一定道理呢 大家可以思考 所以当时 陈都秀 是提倡 术性 应该中国太阴游了 因为中国应该有 这种 雄强之气 认为当时中国 结束西洋文化 首先应该接受那种 有活力的 强悍的 粗犷的 野术的信息 当然他不是说 我要接受他野蛮的信息 其实说中国 这种文化太软弱了 是吧 太软弱了 历来说 列强的这种欺凌 太软弱 我们应该 有一种雄强之气 这个到 一直到四十年代 都有这种思潮 认为中国应该 这个从西方 从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来 结束那种雄强之气 减少那种 阴游之气 使到我们的国家 能够强大 四十年代 曾经出现过一个 战国侧派 历来都是诉批判的 说他是为 法西斯主义 装目的一个 反动派别 其实这个战国侧派 也曾经认为 中国是要 从政国坟 为什么叫 战国侧派呢 这是当时一个杂志 叫战国侧 后来形成一个 知识分子的流派 同时 也体现 这拨人呢 他对战国时代的 一种嚮往 当时有些 知识分子认为 中国先秦时代 战国时代 是非常青春的 是吧 非常有力量的 战国战国嘛 当时是兵的文化 是强有力的 但后来 越来越不行了 唐代还可以 到宋以后 就越来越不行 是吧 特别是 为什么不行 他认为是 印度那种民想法业 超离现实的佛教 传入中国以后 以本土的老章哲学 结合 所以我们文化的血脉中 就出现一种读术 这是当时他们的一种看法 这读术是什么 影响到文人 也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乐天之命 保守退化 结果让中国的文化 越往后 越是死死一谈 切少活力 在世界竞争的状态中 失去了他的力量 失去了他的地位 特别是到了近百年 清代以后 更是这样了 所以战国策派 抗战时期 中国受到外国的 受到日本的侵略 战国策派 他在反思这个传统 希望中国能够像 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 清理自己的文化 增强国民精神 恢复到中华民族 曾经有过的 那个飞凰的时期 到底这些观点 是不是有道理 我们可以加以讨论 但是这里要指出 沈从文 曾经和战国策派 这些战国策派 当时主要在昆明 四川 重庆这一代 发表文章 抗战时期 这个沈从文和他们呢 是有过密切的思想联系的 所以沈从文的 湘西文化的发现 以及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 我想呢 都和这种强国梦 有点关系 当时我们是把它提升起来看 是吧 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很普遍的一种看法 中国太热了 大数数欺负 是吧 首先是精神上弱 应有之气太重 文人气色太重 所以希望恢复到 以前那种 像类似于战国时代 雄强之气 应该像西方 这种 像黄飘运动 这样的 来学习 来振兴我们的国坟 这个都是历史上 知识分子 文人 他们对 这个我们 国家的 这个 为盲 一种焦虑 对我们文化的 一种反思 一种思考 沈从文的小说呢 应该说也是 体现了 这样一些 观点 这样一种看法 大家可以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ovi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